挑战一整天吃嘎脆的东西不超过40分贝 这安静的室内可就小30分贝了 稍微出点身 准保超40分贝 这样啊 要是超过了我就接受残忍的喝醋惩罚 没毛病 挑战开始 我选了好多嘎嘣脆的东西 这是一个分贝仪 咱们测试一下它的灵敏度 爆发出来了 没毛病吧 交代一下啊 吃东西超过才算 说话不能算数啊 脆皮大鸡腿 一股二老吃乎的肉香味 爆发出来了 对了 你帮我数着点啊 抠过了多少次 真脆薯条 真脆好吃 烤膜 超过多少次了 知识鲜辈 没吃过这种鲜辈啊 你们吃过吗 浓浓的汁是不是啊 真好吃 我觉得比那种原味的好吃 核桃瓜粉 兄弟们都数着没有 我这么小心 应该抽不过 五次吧 体验一圈 脆的东西像我生气小啊 真挺难的 只能给寒化了 这也是我吃的最不爽的一次 大家看了一下 抽的次数好像数不过来了 那这样 新醋没开脱 这碗我相干为敬 多亏 好